今天带大家看一台回头率巨高的电车 阿维塔11 它的来头不小 由长安汽车 华为和宁德时代三家强强联合 结果就是这车不仅好看好开 辅助驾驶还特别强大 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到位 留个悬念后面说 阿维塔11车长车高跟马看差不多 但是由卡燕那么宽 比例看起来非常运动 夸张的车灯22寸大轮毂 电动尾翼 还有开启方式非常跨界的后备箱门 比那些驼背的运动型SUV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当然这个造型多少会影响后备箱空间 不过塞个人进去还是轻松 别跟阿维塔车主说什么实用性 买个自己喜欢的车 这钱花了才有意义 拉开电动门 这车不仅没有第三排座椅 还是个四座的 中间还有好几个大储物盒 少坐一个人换来两个人都舒坦 直 四张座椅都带通风加热按摩 外加电动调节 前排还能一键躺平 有的时候真不知道 新能源车主为什么这么会享受 应该不是充电的时候没事干 因为阿维塔充电速度还挺快 快充一顿饭时间就能充好 鸿蒙系统的车机丝滑好用 虽然也是三块屏 但是内饰设计下了功夫 尤其是屏幕后面这个漂亮的涡流造型 非常有创意 配合车内其他氛围灯 夜间效果绝了 阿维塔11开起来没有看起来凶 底盘质感非常好 行驶品质很高级 毕竟是电车 双电机4秒多的加速还是挺快的 但是初段体感很柔 全油门也不会砸后背 两吨多的车重 导致这台车并不适合过度激烈驾驶 类似燃油性能SUV 舒适为主 偶尔玩玩加速就挺好 阿维塔11的辅助驾驶很强大 非常值得说说 想用阿维塔的NCA制驾领航辅助系统 得先看一段教学视频 再考个科目一 考试合格才能用 这就非常负责 阿维塔11搭载三颗激光雷达 六颗毫米波雷达 十二颗超声波雷达 和十三个高清摄像头 这些炸裂的硬件 实际用起来效果确实惊人 输入目的地后选择制驾路线 就可以开启制驾辅助了 在制驾路线上 你只需要把手搭在方向盘上 阿维塔可以自己选择最优路线 自动打灯变道转弯 变道时遇到快车会自动避让 而遇到慢车时则会加速变到前面 非常聪明 而且在制驾路段 阿维塔可以准确识别信号灯 还认识带转区 就这一点已经超过一些菜鸟驾驶员了吧 遇到有车插队时 阿维塔11并不会神经质的猛踩刹车 如果判断距离足够安全 这车甚至都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驾驶自信流畅 用起来很舒服 当然也有不足 在一些大路口 阿维塔选择的转弯半径太小 虽然知道拐得过来 但还是有点吓人 不过总体还是好评 尤其是制驾辅助那股子 沉稳劲非常让人安心 但注意辅助驾驶可不是自动驾驶 一定一定一定不要过分依赖 最后再说说二手价格 目前准新的阿维塔11 最低20多万就买得到 对比新车还是非常香的 如果对加速没有执念 6秒多加速的单电机版本 更值得推荐 大部分亮点配置都有 性价比很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